厕所装监控,犯错还要体罚,穿着裙子丝袜深蹲,更要向领导定时汇报自己的三维数据,内裤颜色,交友情况和婚语情况,你能想象吗?这才是日本空姐的最真实现状。 下面就揭秘日本空姐的十大凄惨现状,奇葩规定的原因令人惊掉下巴。 在日本,空姐这个职业前期阶段是非常受欢迎的,特别是对于日本的很多女孩子来说,都非常向往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日本空姐,因为在那时候,不管是待遇还是薪资方面都是比其他职业要高很多的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因为一些因素,日本航空发展迟缓,空姐的待遇也随着变得下降了不少,甚至除了在飞机上为乘客提供服务,很多时候,空姐还需要进行宣传等工作。 但是有些空姐为了赚外快,将这个宣传工作变成了宣传自己,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变故。 据外媒报道,一名日本空姐因涉嫌在飞机厕所上卖银被开除,为何空姐竟在万米高空的飞机厕所上干起了卖银的勾当了呢? 据说这位空姐两年内通过卖银赚了1.2亿日元,折合人民币570多万。 而被发现的原因是在一次飞行途中,有旅客发现,厕所被占用的时间过长,推开门后发现空姐衣衫不整地躺在地上。 就这样,这名空姐的生意就被大家发现了。 据同事介绍他每次可以赚30万日元,而且喜欢长途的旅行。 事件曝光后,日本航空业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奇葩的处理,即准备未来在一些飞机上,空姐使用的厕所中装上摄像头。 虽然航空公司承诺摄像头为俯拍不会侵犯空姐私密,但还是令很多空姐担心。 02犯错需要体罚 空姐们在正式入职之前,都会有很长时间的培训和选拔,想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空姐,必须要达到航空公司的标准才能正式上岗。 经过了这些,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空姐,但同时,这些工作会很累,空姐打瞌睡就成为了常识。 但是日本航空公司就有一项奇葩规定,空姐如果睡过头了,竟会有这样的惩罚。 首先,如果日本空姐睡过头的话,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晋升。 日航对这块的管理是非常严的,不允许他们出现任何的差错,会直接在工作档案中记上一笔。 时间观念在空姐这一行中是非常重要的,不像大家平时的工作,好像迟到了一次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这个在日航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,因为每一次航班安排的乘务人员都是刚刚好的,如果有哪一个人缺席或者迟到,就会严重影响到飞行质量。 如果因为某个空姐导致无法飞行,那么全部责任都会归到这个空姐上。 就算公司找到了临时顶替的人员,也不代表迟到的空姐就能免受惩罚了。 除了检讨之外,还会有很多身体上的惩罚,穿着裙子和丝袜深蹲之类的都是很常见的。 还有一些机长会将空姐塞到飞机上的行李架中作为惩罚,让人非常愤怒。 03,定时汇报三维数据,日本空姐想要上岗,先得服从隐形规则。 而这个隐形规则很让人羞耻,最不可思议的就是,航空公司是加入工会的,工会组织的一些领导,对日本空姐非常感兴趣,如他们的三维数据,昏语情况,甚至连他们平时的喜好,个性特征,喜欢的衣物颜色,包括内裤颜色都会记录在案。 更恶心的是,还会让空姐们填写自己的性示好,这些都是对他们的控制。 前段时间,日本空姐就这个问题,对日本航空公司进行了起诉。 据原告团提供的材料称,日本航空公司工会组织,从十年起,就开始对每一位空姐的经历,家庭成员,交友情况和各种示好,进行监控和记录。 监控的内容,多达158项,其中,空姐们的生理周期,三维,胸性,甚至喜欢什么颜色的内裤,性示好等等极端的个人资料,也记录在案。 空姐们可以在这一份记录上,还可以看到自己婚姻的情况,丈夫的职业与收入,离婚的原因,目前的性伙伴情况等等。 但很遗憾的是,这一项起诉目前还没有结果。 零四,必须穿包臀超短裙,令人惊讶的是,日本航空公司的领导们很双标,一边自己喜欢窥测空姐的隐私,比如内裤颜色等,一边却又打着防止被乘客偷拍的理由,强制日本空姐穿搭底裤。 前段时间,日本的航空公司,出台了一项比较令人感到迷惑的规定,在日本航空公司工作的空姐们,都必须穿上打底裤,因为认为这样能够提高工作效率。 这样乍一看,是对空姐有好处的,可以防止偷拍。 但同时这项规定还有一条,那就是,必须穿包臀的紧身短裙,如果对我国航空有了解的伙伴们,应该知道我们国家的空姐们穿的裙子,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的短,基本上也是处在膝盖左右的位置。 这样子的裙子长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,里面也搭有短装的打底裤,所以走光风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。 但是日本航空的空姐裙子长度很短,包臀的紧身短裙并不适合工作,虽然能够体现出女性的体态美,但却会带来很大的行动限制。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,在日本的社会理念里,他们认为,女性应该拥有的一个形象,那就是穿短裙。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,日本国内女生的校服,也全都是以短裙的形式出现。 如果有女性穿了长裙或者长裤的话,反而得不到别人的理解。 05,必须免费宣传。 随着这些年的社会发展,在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化下,日本的航空业日渐萧条,竞争非常大,很多航空公司的效益也都下滑了。 自然空姐的薪资福利待遇也随之下降。 由于航空公司的业绩不景气,竟然出现了这样奇葩的现象,空姐不仅要服务好乘客,还要去拉业务。 譬如到大街小巷去宣传,如果没有业绩,恐怕既定的工资发放都会有问题。 如今的他们,工资水平已经大不如前。 平均每小时飞行,大概只有70元人民币左右。 虽然这个工资可能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来说还是比较高的,但是对于在日本来说,这跟饭店里的服务员工资是差不多水平的。 这也让空姐在内心有十分大的落差。 毕竟空姐的工作如此辛苦,而且工作环境还在万里的高空上,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发生空难,他们承担的风险也比普通职业大得多。 再加上工资太少,所以许多空姐为了养活自己,不得不去接一些私货来赚取歪快。 但是宣传这一项,是公司硬性要求的,根本不会给报酬。 06,工资降低三成,2023年愚人节当天,日本一家航空公司在东京举行了新职员的入职仪式,在场有将近3000人。 其中新入职的大多是空城人员,空姐美丽,面容娇好,一个个都是大美女,机长也都很帅气。 虽说此次入职新员工超过1000人,可事实上在日本,空姐并不是很多人择业式的首选。 第一,这个职业对长相和身材的要求非常高,其此时日本空姐的福利待遇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那么好。 自从实行合同公职后,日本空姐的福利待遇更是一落千丈,每小时70元的工资在日本这样高收入的国家而言并不算什么。 空姐这一职业,由曾经的辉煌早向如今落寞,早在多年前曾有15个空姐名额吸引了1000多人上门应征的情况。 而如今这家航空公司招近2000多名空姐,也只不过是为了在里面择优录取罢了,能不能过适用期还要看这些空姐的工作表现。 而日本空姐除了通过增加飞行航班次数来提高工资以外,没有其他能额外增加工资的方法,而日航在客量日益减少,空姐能跟飞的航班自然也就越来越少。 这时空姐的竞争不但没有变小,反而越来越大,机内受货多的空姐,其航空公司自然也会更加重视它。 零七贵式服务,在空姐亮丽的工作表象下,背后隐藏的内容绝非那么的美好。 首先是很累,就拿飞行时间来说,很多都不是固定的时间,不问早晚,很多时候需要昼夜飞行。 如果是国际航线,还要考虑时差问题。 上下颁布规律,生物中乱的一塌糊涂,时间已长,女孩子很容易内分泌紊乱。 这还不算,日本向来是一个礼节十足的国家,平时里弯腰鞠躬之类就足够繁琐,更不用说这种专职的服务职位。 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,日本空姐的服务绝对是最能让顾客体验感爆满的, 尤其是在你体会了美国空妈们的彪悍式服务时,更是差距明显。 他们需要经常性下蹲,甚至干脆贵式服务。 而贵式服务,多建在头等舱,久而久之,日本空姐的腰部肌肉就会比较发达。 当然,腰肌劳损也就成为了职业病。 08,超级内卷,这几乎是日本本土企业的通病。 现在国内总是提内卷,其实,内卷对于东亚三强而言,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。 日本最先开始内卷,咱们最近十年流行的996,在日本根本就不是个事。 所谓的微笑服务,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日本服务企业已经全面推广了。 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对手,很多日本航空公司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 在其他硬件设备已经严重同质化的情况下,只能在服务方面追求极致,甚至苛刻。 你的服务好,我的服务更好,你的服务贴心,我的服务不仅贴心,还要贴近灵魂。 在这种极端的内卷环境下,日本航空企业的服务被做到了极致,各种细致的规定更是令人发指。 这也是为何会有贵式服务,这种明显带有歧视职员尊严的服务被推出的根本原因。 在这种条件下,很多空姐都不堪负重,无时无刻存在的严格条例,如同横跟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间。 巨大的精神负担,令他们很难坚持太久的时间。 09,被迫辞职没有赔偿,在中国,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, 被裁员工可以获得相当于其在公司工作年限加三个月工资的赔偿金。 但是在日本航空业里,空姐被逼辞之后,一分钱赔偿没有。 以办来说,日本空姐离职的原因有三个,第一是太累,第二是怀孕,第三才是被开除。 但是如果你在日本航空业说太累离职的话,或者怀孕离职的话,一分钱赔偿没有,被开除也没有。 只有根据航空公司的业务调整,你被辞退了,才会有赔偿,但是赔偿金额很少。 还有航空公司的奇葩规定,比如说在服务了十年之后,可以考虑转为正式员工。 但凡有点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,这只是花大饼,不信你去看看有几个航空公司的空姐公灵在十年以上,大都是年轻的脸上可以直接捏出水的年轻与孩。 年龄差不多的时候,就会被以各种名义前走。 这才是资本家最真实的嘴脸,其目的就是不给赔偿金。 十离职后的去路惨。 日本女性地位比较低,令大多数日本空姐最终还是以回归家庭作为一生的归属。 对于日本社会而言,因为有着良好的保障制度,所以成为家庭主妇倒也不失为一个不错选择。 毕竟有男人在外面替自己奋斗,何乐而不为呢? 但不是所有空姐都有这个退路的,还有的去路很惨,比如风尘业,作为服务业界的天花板,空姐无论是形象气质还是各种服务标准,即便不是最高也相差无几。 这种工作经历,对于他们步入其他服务行业,绝对是如鱼得水。 但据调查数据显示,26%的离职空姐会选择风尘业,不要认为风尘业就是拍爱情动作片,两者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。 日本经济停滞发展了30多年,经济不好,风尘业就会蓬勃发展,因为社会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少,日本女性被失业的概率就要高得多,男性之间的内卷也会加大。 这样,日本女孩为了赚取养家糊口的薪水,男性为了疏解工作压力,双方一拍即合。 日本的风尘业绝对享誉全球。 世界其他地方有的,他们有,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,他们还有。 何种奇思妙想,令人不得不佩服这个弹丸国家,用区区占世界2%的人口,生产了世界99%的色情产品,就这一点盐令人不得不服。 前一段时间,日本政府甚至制定法律,以便于高中生们就可以涉足到风尘业中,让英美等诸多友邦都差点惊叉掉了下巴。 果然,论变态,没有谁能比的上日本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,你怎么看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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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